為一個所謂的貼心 就是好像是公視吧 有兩個記者去採訪 蔡英文 對 蔡英文的那個事情 就是那個兩個記者去採訪大埔 那就是被採訪的人 當然就知道說他們是記者來 那後來他們可能還沒有離開 然後那個蔡英文的 蔡英文來嘛 就跟那個大埔人在講話 對 我不知道那個界線到底該怎麼樣 該不該表明還是該怎麼樣 我不清楚這件事情的機會 可以請老師或同學 很完整 不然沒辦法知道你們討論什麼 好 我跟你講 我講講說 韓他們就是去採訪那個修雄姐 然後也在裡面 那剛好蔡英文也 然後他們就就 蔡英文在那邊 在那邊 他是講私下 然後他們就聽到 聽到的東西 然後就來信 老師你這段要弄嗎 你來信那個沒什麼 但是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我想說兩個角度 第一個 我這樣切開來講 那個所謂的隱身採訪 我覺得沒有什麼叫隱身採訪 其實 對於記者而言 你本身 你就是應該窮盡方法 去聽到應該聽的事情 而且我講一下 沒有那個公眾能力 可以講說什麼 就是私下會答 如果你是跟秀春君在談 今天回家 這各位回家 別人嘴唇 這是私事 這是私事 可是如果你是在談 這個大佛的事件 徵收是應該怎麼用 沒有什麼叫私下 你的定義可以叫私下 可是 你講什麼 我還是要聽 而不是我要聽你 講完之後站出來 我跟大家宣布 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我這樣講 那叫 不要太難聽 那叫光勉彈亡的話 思考 然後對媒體講的話 可是你真正的東西在裡面 我覺得記者本身就有權 或應該去聽這一段 那問題我會講是說 你在那個FB上面 那個算是一篇新聞 還是一個新聞 我覺得比較有正義在這個部分 那個東西你到底怎麼去看到 那個東西算是一個新聞 一個特稿 或者是一個個人感受 我覺得 讓蔡英文或那邊會比較 在這一塊 因為 就像我一開始跟你講 忘掉媒體 忘掉什麼 忘掉什麼 其實沒有錯 你在FB上擺 就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很多的感覺 去寫很多的東西 可是當別人對這東西 有期待的時候 他會希望說 那你至少聽我話 你要來跟我求證 那這就是反對他的 他的要求 那我怎麼講說 那也是他的權利 那會是嗎 那如果說我 我聽到一段話 然後我 就是很確實地把那段話的內容寫出來 然後寫什麼話 那這樣是OK的 就是說假設對方不在 那是OK 那是OK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裡面 我們現在回到所謂的 你在講新聞的定義的話 如果 我還是講那句話 如果你只是在一個 部落格裡面 或者是一個 FB裡面 你發表自己的感觸 你可以寫你聽到的話 你可以寫你的感覺 可是如果它是一個 自私的新聞的話 那你只要裡面有任何的 不管是負面或等等的話 你可能就要做強證 你懂事嗎 我今天 瑞翔在講什麼 我在地上 我可以寫 我可以寫 可是當瑞翔 瑞翔講的東西以外 我做了推廣 我是不是就應該跟瑞翔同學 這樣 你也可以不要 但是這樣比較不會 就是人 惹那個話我 今天 那一會出來就是騎著 就覺得 你用什麼什麼什麼 隱身採訪 不能說 你採訪那你就自己來問 我覺得它是在 那個 就是他們兩個絕對沒有錯 可是你就是一些小 小尾巴會被人家這樣 這樣騎 你知道的東西 啊我要 我要回來跟你講 就是說 那到底那一個算是什麼 就像我一開始 上一個給你講 忘掉你自己的 忘掉那些專業 你在上面寫什麼都沒有關係 你罵我就是這樣 可是當你被人家說 這是一個 心目媒體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心目 因為你就要對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去做出解釋 是不是 後面是要去 就要去解釋 這樣的機會是什麼 那如果你是個人的話 不算 請問一下 如果坐在那個 兩者對談 沒有第三者在場的情況下 那麼 報告的人 把政治對方講的話 都如實寫出來 可是如果 對方 沒否認他的話 說 報告的人 什麼事 我們先講 我們先講給前提 我們先講給前提 你要去寫人家講什麼 基本上還是要公共議題 就像我剛才講 你總不能人在想什麼 你也在寫那些 公共議題的話 你就有權去寫 我覺得那個是日本人 都有權去寫 錄影 第三者證的 你大概也只有這些東西 要不然就像 就像今天 今天那個 今天我們的院長 江一花 江一花現在還在Line 那現在就是 對嘛 那現在就是 就是大家要去翻嘛 那到底你有沒有錄影錄影 因為這種東西 就所謂的 確實證據 那否則你嘴巴講 我聽到 我感覺 我什麼 那個東西變成是你個人的 甚至於你有講 我一定奈念 可是我個人都可以說 他雖然嘴巴上沒有講 可是心裡也還沒意思 對 可是我意思是說 可是我意思是說 可是這個意思 這個問題是我們 就是你 當你 我們講 你往新聞事實外 去推的時候 你當然有所本 那你必須把你的所本 講清楚 那 還有一個就是說 當你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會照到對方的質疑 那 比較明確的動作就是 你最好去問對方一下 其實我常常幹一件事情 因為講一下 我真的很不喜歡去訪問官方 我就說 訪問官方 我大概覺得 他講的話 沒什麼用 因為就是那種 四平八五 然後八面玲瓏 然後不著重點 然後熱熱的 廢話一對 那種東西 我在講一下就是這樣 然後 像這次我去訪問 這次我去訪問我那個大衝爬 就是你所有的採訪都採訪完 那我也去約憲政 那憲政文 就開始跟我打關牆 一個律師 他就說什麼 我們這是內部的事務啦 然後他不是一個公共議員 就跟我爭半天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我沒有透露 我也不想透露 然後等他講完 我就這樣問他說 欸 那你講得很完整啊 那你可不可以接受我正式的採訪 或者說可以安排縣長 接受你正式的採訪 啊沒有實際上人生 這沒什麼好談啊 那我就再補訊說 欸 那我再跟你確認一次 就是說 我不會來跟你們邀約採訪 那你們就是拒絕了 然後 好沒有沒有打拒絕了 不怪那我好高興說 你又拒絕了 反正我也約你 是不是 在新聞上 我沒有講究正版平衡 我做到啦 對不對 我也跟你講說別人有不同意見 希望能聽到你真的 那你不講是你自己放棄權利 那就表示我是不是就可以特別 就可以自由的去寫 因為 你一切都默認 沒有 你輸過正了 我的意思在這裡 就是說 我會跟你講一件事 為什麼說商捷克 我會叫你忘記所有的這些信的規則 因為我先講一件事說 當你是要書寫 或者要在部落格裡面的時候 其實你有非常自由的空間 你不要去想那些東西 你就寫你這個 但是就像你講的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所謂的 自保 我上次講的那些 避折避險的原則要基礎 你真的要聽到 你知道 就算要對告 你還是真的聽到 然後 一個是你就所謂的 你是真的 這個真的聽到 然後你講的是所謂的 可評論的公共思議 這兩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 你可以自由去講 天把行空的去談 可是我必須要趕來一點說 如果當你回到新聞 專業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就可能就更嚴謹 正反平衡 然後什麼是所謂事實暴躁 什麼是特稿 什麼是你的評論 在新聞就會切割的 非常的明確 或者你的東西 當你要中文講也沒關係 可是它就會有所謂的求證 所謂的 所謂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不是像我在部落格 或者在FB上 你的那種所謂的 情緒的 花 花 花灰的這個 這部分 那 可是我必須要 為什麼說我善解根 因為 有些東西對你而言 不可能 今天你要去跟那些所謂的求證 他會理哪個媒體 我公民記者 我自由 自由的 他你多不想理 那你會因為他不想理你就不行 不必啊 你還是可以寫的 你還是可以用你的書寫的方式 用一般的書寫的方式 用一般的書寫的方式 去把這事情講出來 那 後續的是給誰 就是記得去追啊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是說 我為什麼不願意教大家說 把 就是把那個記者那套模式 就 跟你講到套到的 當你去套那個模式 你一直讓自己沒那麼多 這麼不必啊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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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